婆婆昨天发句子给我从湖南老家寄了一只养了两年的老母鸡 这么难得的食材,我想这一定要充分发挥它的营养价值 鸡肉剁成块,如果你也想用我这种方法炖汤,鸡一定要选老母鸡 养一年以上,吃起来肉很紧实,皮QQ弹弹的 市场上买的三黄鸡不适合煲汤 剁好的鸡块清洗干净,沥干水分 锅内喷少许油,倒入鸡块,放几片姜,开大火翻炒 把水分炒干,开始冒油,有一点点粘锅了就可以了 一定要加开水,喜欢喝汤的可以多加一些 放几根挡身,转入高压锅,上汽后中小火慢炖半个小时 你也可以用砂锅煲一个小时,再加入红枣,盖盖煮10分钟 最后撒一把枸杞和一勺盐调味,就可以出锅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发挥最大的营养价值 喜欢的赶紧安排起来吧